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今天讲一个很沉重的事情 印度5月31号凌晨出了一件大事 军火库爆炸了 它这个军火库还不是一般的军火库 叫中央弹药库 侯豪家啊 印度最大全亚洲是第二大 这个里头放什么东西 就是你想象到的能爆炸的东西 我们都放在里头了 从手枪步枪子弹 一直到布拉莫斯导弹 炸弹地雷手榴弹 全放在里头了 哎呦这个炸呀 炸了个好几个小时 最后这个消防队员去了 也不知道怎么灭火 这个灭火以后 你得针对这个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这个灭火方案 这个消防队员 消防队员死了好多 这个事的话呢 就是这个现场一共死了20多个军人 将近20多人受伤 以后就封锁消息 一直到现在我查不到任何消息 中文英文都查不到封锁消息 也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 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弹药库爆炸 我做过很多节目 原来就是俄罗斯的弹药库爆炸 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弹药过期了 这个弹药过期以后你得处理 你不处理之后 你这个一个弹药库里边 哪年处的哪年处的哪个批词 你搞不清楚 那过期的那个一失效以后 就比较麻烦 失效以后你说 我挪个地方从这挪那 有可能一碰 那隐形就爆了 爆了以后一讲 整个弹药库就已经爆了 这是原来俄罗斯老干这事 这是过期弹药要进行处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因为最近印度天气比较热 你到这个季节 我那年十多年前 我就这个季节去的 这个季节去太阳底下就六七十度 所以今年印度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所有人不允许做饭 到夏天里面都不能做饭 那米总吃那生的 泡一泡抓着吃 不让做饭 说你一做饭不就更热了吗 本来就很热 说我估计可能太热 那个生产质量比较低 给热爆了 热爆了 我自己都说笑了 这是真是可能的 这真是可能的 还有一个恐怖袭击 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也大 恐怖袭击 你拿个火箭弹 拿个什么东西打上 你这个也 现在就是不让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不排除吧 反正大致就这些原因 军火库的爆炸 以前也发生过 2007年 十多年前也发生过一次 这个当时十个人死亡 是加尔戈达的一个军火库 2010年也发生了一次爆炸 150吨弹药 一块 我加 所以我就特别想给大家 讲讲这个事故的事情 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事故 我这个准备呢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 当中说呢 我就尽量的不要超过20分钟 怕大家时间长都挺忙 你没时间看啊 看半截 你说你给我关了 也不好 我讲半天 这个我一看好像 这事故讲不完 不是讲好几期都讲不完 那今儿就跟大家扯扯这个海军的事故吧 先从我老本行给大家讲讲海军的事故 海军的事故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因为印度这个海军的事故太多了 太多了 而且也太奇葩 我就给大家 就这几年发生的事 给大家聊一聊 首先说这个潜艇 我原来在海军工作的时候啊 是1998年之前 一直在海军工作 以后呢 我就调到国防大学来了 在海军工作期间呢 我写了一本书 那个书最后也没有出版 但是是内部出版了一本书 就是讲世界海军潜艇的事故 全有 这些潜艇事故里头呢 基本上就是 相撞的事故 着火的事故 爆炸的事故 基本上都有 所有事故里头 当时苏联了还是 苏联的事故 占所有潜艇事故的 百分之六七十 在海上航行航行的时候 一架冒出来了 冒出来以后起火了 起火以后呢 潜艇人都站在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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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潜艇上啊 因为里头就 一着火以后 里头空气就 因为它需要燃烧氧气啊 就窒息了嘛 人在里头就待不住了 全跑出来 跑出来 美国发现以后 那个直升机在上面盘旋 好多小艇靠上来 靠上来救人要紧呢 美国说我得救人呢 这边就开始放枪 放炮 你再靠近 再靠近我把你们打死 宁死也不能让美国 那个来救他们 因为潜艇是国家机密 怎么能救呢 我研究这些 特别有意思 经常很多情况下 都是美国跟随 苏联的潜艇 跟着跟着跟 太近了 追尾了 砰 叫它撞上了 这个很多 印度的潜艇 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没有什么敌对方 不存在跟谁对抗 演习 撞上了 没有这个情况 它就自己 捅了捅了就出事 出事 这个 我先说这个潜艇 撞潜艇 2010年6月的时候 当时在孟美 这个港口 我去过这个港口 孟美 有一艘基罗机潜艇 然后呢 进来以后停靠的时候 结果把另外一个停在博位上的一艘 另外一艘基罗机潜艇给撞一大坑 撞完了以后 人采访这个停车说 这太正常了 你们停车不经常撞上吗 对不对 那个潜艇在那停得好好的 他进来以后停在把人给撞坏了 印度说这太正常 这跟停车一样 不重视这事 不重视这个事 2008年发生一次潜艇 就是也是基罗机潜艇 基罗机潜艇以后呢 出去到俄罗斯去维修 维修以后开回来了 开回来以后进港口 雷达关闭 进港口雷达关闭干什么呀 它有一个雷达叫导航雷达 你不能关的呀 雷达关闭 而且潜望镜也没升起来 那一家给一个商船 那商船看不着啊 看着是个水面 怎么突然有一艘潜艇在下头 吃水线撞到那个潜艇上了 把人上船给撞坏了 啊 这个 这属于操作性的问题 啊 2011年 这个 一艘护卫舰 在 在这个港里头 然后结果也是 跟一艘上船 向撞 撞完了一会上船起火了 他没事 这都是因为 粗心大意 操作失误 人 人的这个 这个操作能力 不好啊 呃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舰艇 到美国去访问 美国就 通报我们 就停在这个几号博位 举个例子吧 三号博位啊 就好像停车场 所有的停车场 全停满车了 就剩了一个 停车场 一个停车位 还挺小 刚刚停进去 美国人也不管 自己往里停吧 啊 我们那指挥员 第一次出国 左舵右舵 把证 啵 然后停那 哦 所有人 哦 热烈固扎 那考验 中国 我们怎么能犯这种 低级错误呢 对不对 这印度 这经常就出这种事 啊 潜艇撞一下 这都是 呱呱蹭蹭的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我讲讲这潜艇那边 其他的一些 很危险的事 2008年有一次 啊 这个俄罗斯呢 准备要租给印度 一艘核潜艇 啊 叫海豹号 这个印度呢 他自己要放点核潜艇 他又不会弄 不会弄 就给俄罗斯去谈判 说你先借我一艘核潜艇 然后我学着用 用完了之后 我就 我能用 我就能造嘛 啊 所以当时就跟俄罗斯去谈 俄罗斯说可以把 租给你 你一艘海豹号 核潜艇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人 全上了 艇上去了 跟着人家学一学 学的最后说差不多了 就跟海军司令部说 我们学的差不多了 你海军来一些首长 到这样 到这个艇上来 来验收吧 验收完了 就付钱 就开始租这个核潜艇了 这个核潜艇 编制的艇权是73个人 结果这一天来了200多人 潜艇下潜的时候 是都关闭的 所有都关闭 超载 超载以后 我就这么大马力 结果多了 多了这么两三倍的人 结果超载 超载以后造成 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毒气泄露 啊 因为潜艇上啊 各种废气比较多 毒气泄露 当场就20多个人死亡 啊 你看 准来准备租几个艇 领导重视 上去视察 结果造成这么个事故 2014年2月份 啊 印度有一艘叫 新都拉特纳号 潜艇啊 在海上训练 训练的时候呢 这个水兵筑舱 冒烟了 不是抽烟的啊 不是抽烟引起的 潜艇上是不能够抽烟 我在潜艇上待过 潜艇上不要说抽烟 放个屁都不行 所以什么萝卜啊 什么什么 什么这种韭菜盒子 这种都不能吃的 那一个人放屁一艇 全体围上 不能 这中国的炒菜 那都不行的 这是罐头 我压在潜艇一天吃罐头 啊 所以说这个潜艇上 这个东西 结果水兵筑舱冒烟了 冒烟以后七个人 一冒烟以后 一着火以后 就把氧气给耗光了 耗光了 人呼吸的空气就没了呀 氧气 潜艇上有那种氧气再生设备 有氧气药板 可以 可以生氧气 不够了 不够以后七个人窒息 其中有三个军官死了 啊 五个人受伤 你说这不是稀奇古怪的事吗 啊 比这个还稀奇古怪的事呢 2013年的8月14号 啊 这个辛度拉克沙克号 就是 基洛级潜艇当中 非常好的一艘潜艇 印度用了两年 用了两年要大修了 跑到俄罗斯的北方机械厂 他得帮这个潜艇开过去 开到俄罗斯北方机械厂 在那修 就是大修啊 现代化改装 花了一个多亿美元 好不容易修好了 很高兴 一帮哥们开始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然后停码头 停码头 所有人都下班 都回家了 留着18个人在这值班 啊 这海军的术语叫直庚 那直庚的时候 你就老的是在这看个书啊 学一学习啊 或者玩个麻将啊 什么什么打个牌 都可以 这些人事业心很重 他要利用 值班的时间 他要好好的把 刚接手回来的这艘核舰艇 不是核舰艇 是击落机常规前的 要把这个性能要摸清楚 这个干什么了呢 新装了反舰导弹 新装了鱼雷 改进了电子系统 这些艇员 他说我要学一学 到底怎么操作 启动起来 一会弄这 一会弄那 哎 一下把发射案 有个给按了一下 鱼雷误发射 这种停泊状态 发射鱼雷 而且前面的鱼雷口 发射鱼雷是 先把原来 外边那个 那个 盖打开 打开以后进水 外边的水和里头的水压 一致了 这个鱼雷 处于漂浮状态 才能够发射出去 外边的盖挡死以后 你发射鱼雷 挺着炸 库尔斯科号就这么炸的 就这么炸的 当时分析原因 我就这么分析了 一叫好把前三舱 一舱二舱三舱 顺下全没了 挺阳往屁股后头跑 跑到后头写遗书 没人来救 俄罗斯所有的救援潜艇 全租出去了 那时候穷了 没钱 租出去了 哎呀 把普京气了 这个也差不多就这个 一发射 哎 出不去 出不去 在亭里炸吧 咚叫 没了 钱仓没了 我听这个录音 我找这个录音的时候 我听到好几声爆炸 以后那个爆炸 我怀疑是导弹爆了 因为它热嘛 热 一烤烤 咚叫 在停 在这个港里边爆了 停在港里边 好好的 这帮人瞎刀骨 我告诉你 就新装备买来 不按操作规程 在这瞎刀骨 就弄爆的这种潜艇 飞机有时候 直接就飞上天安了 这很多事故 我都知道很多这种事故 瞎刀骨 就装备要注意学习 不要没事在那瞎刀骨 所以你看 这个潜艇 这恶性事故 我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讲讲 我最喜欢的航母 威克拉曼第2号 从我认识这个航母 当时我认识它 没几天 它就停在港里边 当时还在俄罗斯的时候 就过了一次大火 俄罗斯就不要它了 就过了一次火 这航母怎么要 然后呢 2004年 普京去访问印度 跟印度会谈的时候 印度就说 说普京总统 你们那个航母 我们谈了好几年了 也没谈成 太贵了 普京说多少钱 他们就说多少多少钱 这印度是什么 我们的老伙伴了 对不对 长期都买我们武器 你们怎么还能要钱呢 一艘退役的航母怎么 白送 白送 就送了 送了以后 从此钓鱼工程开始 就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就白送了一艘航母 结果赚了印度十几亿美元 这是所有地球人都知道的 一个重大的钓鱼工程 好 终于把这个航母给弄到手了 印度海军去 去以后决定试航 2012年6月份 我以前好像在那儿 给大家讲过这个段子 有一天我在中央电视台 在那儿去做节目 刚刚到那儿接了个电话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张老师我们采访你一下 今天那个印度航母 维克拉网第二号试航了 你看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说我就担心他着火 哎呀他说为什么着火 我说他着过火 过过大火 今天肯定要有一个项目 是满负荷 你比方说你设计多少 35节 那我不要求你开到35节 你开到30节 给我持续航行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坏了 他肯定着火 哎呀结果我早上采访 他到网上看新闻 他就着火了 更重要的是 八个锅炉烧了七个 最后赖中国 这个更有意思 赖中国 说我们为什么八个锅炉烧了七个 是因为中国进口的那个耐火砖 耐火不到3000度 就导致锅炉 这是没意味的事 哎呀这个有意思 好不容易最后服役了 服役之后呢 然后这个去年 这个印度搞海上大阅兵 60多国家 一百多艘舰艇去捧场 啊阅兵完了 阅兵完了以后 今年6月10号 维克拉玛第二号 然后在基地进行维修 你看经过大阅兵 总统莫迪也上过架了 大家很高兴 维修一下 工人维修的时候呢 然后毒气泄露 啊 就是四个人吸入 有两个人死亡 一个兵 一个工人死亡 啊 这个我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正好是印度莫迪总统 这个确立的 莫迪总理 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 叫国际瑜伽日 哎呀 自从莫迪总理确定这个 这个国际瑜伽日之后啊 就是他自己带领所有的人 这一天起码几亿人都在那做瑜伽 尤其是维克拉玛地亚号 所有的官兵啊 全在那个甲板上那么热的天 在那做瑜伽啊 航母上开练啊 我帮印度祈祷 这个练瑜伽的时候 最后别出啥事 印度这么多事故 有很多很多原因 机械的问题 引进装备的问题 然后这个这个很多很多 很重要是军事文化的问题 啊 这个这个干什么事不认真 你很少听说日本 德国英国 他出什么事 有时候也出事 但是人家精益求精 那种工匠精神 在印度干啥 就稀里马化 从来也不准时啊 所以说军事文化 对一支军队 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个世界上怕 就怕认真二字 所以你要最讲认真 事故就会减少 好吧 就是给大家去讲这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